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黑看不见 但狗叫声却近在咫尺 他胡乱摸索着 从散落的饭盒里找到火烛点燃 眼前是一受伤的黑狗 黑狗身下竟然有一狗仔 狗仔死命地咬着奶头 撕裂出巨大的伤口 不停地往黑狗腹部钻 黑狗已经没有力气挣扎 血流了一地 西沙见状 将小狗往外扯 奈何小狗不愿松口 强行往外拽 恐怕会使得黑狗腹部彻底撕裂 从而死去 西沙手触摸到狗仔的瞬间 手感冰凉 小狗身上根本没有半点温度 他觉得奇怪 没有多想 将狗仔的头颅扭断 狗仔才松口 西沙瘫倒在地 浑身无力 为亲手杀死一个小生命感到难过 可这时 黑狗竟然缓慢地爬过来 舔是西沙受伤的脚踝 唾液接触伤口的瞬间 伤口竟奇迹般好转 西沙站立起来 脚踝竟然不疼了 他便将饭盒中的食物尽数喂给黑狗吃 黑狗吃完 原本流血的腹部神奇愈合 黑狗随即将一堆乱石扒开 钻了进去 可洞口太小 西沙根本进不去 正当他焦急的时候 黑狗带领着重矿工前来 将西沙救了上去 西沙给丈夫说自己刚才所见 丈夫只当是去闻便沉沉睡去 西沙有些恼怒 但想到狗的忠诚 觉得合理 也没有多想 睡梦中 西沙奔跑在矿山上 矿山崩塌 他逃不掉 那些掉落的石块被一黑影承接 化为巨大的石头人 一拳重重地朝自己砸过来 西沙受到惊吓 却没有醒来 一黑狗从身旁掠过去 张嘴吐出旋风 将石头人吹得七零八落 只见那黑影骤然间飞落到西沙身下 西沙脚下的土地变成沼泽 将其吞噬 正当西沙快要窒息而死时 黑狗咬住衣领 将其就上来 随后一声咆哮 大山之中的生灵尽数朝着黑影袭去 万寿蚕食 将黑影吃了个精光 西沙还没有缓过神 那黑狗竟然口吐人言 说道 刚才你所见的 正是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百年前 这片土地遭受到灾祸妖的入侵 大地被烧毁 生灵被杀死 作为这座矿山的守护神 黑狗义无反顾地和灾祸妖发生对抗 黑狗利用山间灵气牵引万寿进攻 最终将灾祸妖封印在矿山深处 可百年后 人类将封印在矿山深处的灾祸妖种子挖掘出来 刚出生的灾祸妖很是虚弱 附体刚出生便夭折的黑狗在身上 想要将黑狗杀死 夺去它的力量 黑狗却正巧被过路的西沙就下 说至此 黑狗低着头 不断地感谢西沙 西沙受之有愧 说自己只是不想看见黑狗死而已 况且 黑狗已经救过它了 黑狗摇头 说道 灾祸妖肯定回来找你寻仇 你打破了它复仇的计划 西沙听之大惊 脸色惨白 盲问道 该如何阻止 黑狗说 矿山之下 在封印灾祸妖的地方 生长着一种紫色水晶 能够封印灾祸妖的力量 可自己的力量已经被灾祸妖夺去大半 肉体已死 只能以这种灵魂的方式和西沙见面 希望西沙能够找到这种水晶 帮助大山和生灵们躲过一劫 西沙猛然间醒来 却见外面天色大亮 丈夫已经去上宫 她收拾好行装 向着矿山进发 路上遇见自己丈夫小些 只打了声招呼说 自己去挖野菜 便离去了 根据黑狗的指引 来到一处已经废弃的矿井口 她点燃火烛 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里面的通道错综复杂 路面突然下降 西沙没注意滚落 几分钟后 西沙艰难地爬起身 却见黑狗的尸体竟然出现在眼前 皮毛散发着盈绿色光泽 犹如无数萤火虫在飞舞 黑狗的灵魂说道 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 接下来要你一个人寻找了 西沙捂住跳动剧烈的胸口 深吸一口气 朝着黑暗中走去 这时 整座矿山都在晃动 太阳被乌云遮蔽 漆黑的巨大影子将矿山缓慢地包裹 直被枯死 万寿躁动不安 横冲直撞 矿工工人们躲在矿井口不敢行动 而在西沙这边 她慌乱地躲避着从洞顶掉落的岩石 却见身后无数影子追击而来 突然眼前出现一道光 是紫色的 她转过一个弯 便看见面前出现一颗巨大的紫色水晶 黑影受到紫色水晶的影响 不敢向前 西沙用凿子将一小块紫色水晶挖下来 握在掌心 缓慢地在洞穴中走着 来到黑狗尸体旁边 将紫色水晶刺入黑狗已经死亡的身体 黑狗的肌肉组织开始愈合 灵魂回到身体之中 缓慢醒来 黑狗身体骤然变大 将西沙驮在背上 冲出洞穴 飞入空中 她口中吹出飓风 将黑影的包裹破除 伴随着一声嚎叫 四面八方涌过来万千生灵 将灾祸妖吞噬干净 事后 黑狗将西沙送到家门口 正欲走时 西沙说道 灾祸妖已死 不如在我家住下来吧 缅羊货郎寒山也 相貌俊郎 这日傍晚 寒山也挑着货丹在山路上行走 不知不觉间 临间起了浓雾 遮蔽了视线 寒山也遍布清前路 心中焦急 这时 一身着红衣的美艳妇人手持白灯笼 扭着细腰 从山林间走出 妇人生得肤白似血 柳眉阴口 一双漆黑的眼睛顾盼神非 眼角眉梢 皆是风情 她朝寒山也失了一礼 道 大哥可是迷路了 山间一起大雾 若是没有灯笼可不好走 现今天色已晚 大哥不妨随我回山村中歇息一番 经过交谈 寒山也得知 美妇名叫嘉青 居住在半山腰的一座小山村中 村里约莫有几十口人 平日离以捕猎为生 即是好日子 村里搭了戏台 回村后 我带大哥去听戏 嘉青一边走着 一边与寒山也攀谈 闻言 寒山也不免好奇 忙询问是什么好日子 不料嘉青看了他一眼 笑道 是我遇见大哥的好日子 寒山也以为嘉青是在笑话他 连忙摆手不再多言 他觉得脚下还没走几步路 浓雾忽然散去 一个小山村出现在眼前 村中热闹非凡 人人脸上带笑 看到嘉青 村民们不约儿童递道了去恭喜 说完还要打量寒山也一番 嘴角露出不明的笑意 村子中间有片开阔的鼓场 此时已经搭好了戏台 嘉青拿出一身红衣服让寒山也换上 而后带他坐到前排看戏 台上的幽灵咿咿咿咿的唱着一出天仙佩 台下的人们不时叫好 寒山也看着这幅场景 想起村长家的儿子成婚时请了戏班唱戏 当时村民们看戏时 也是这副样子 渐渐的 寒山也感到一阵头晕恶心 他面色惨白地站起身 说要去一旁缓缓 嘉青十分担忧 想要陪他一起 被他婉拒 寒山也远离戏台 背靠大树 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 忽然 一只惨白的手捂住他的嘴 拉着他往山下跑 寒山也正要挣扎 却在看清拽住他的那人时停止了动作 那是个身量不高 身材纤细的妇人 她是寒山也已死三年的妻子 王氏 快跑 这是明戏 听完之后 你就得结明婚 见寒山也认出自己 王氏急急说道 寒山也的目光 在王氏脸上打转 眼里满是思念 一张嘴 连声音都在打颤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见他这副吃相 王氏既生气又心酸 他张口正要 说些什么 一道冷然的声音突然响起 王姐姐 成婚对我可是件大事 就算你再喜欢他 做事情 也得讲究个先来后道吧 王氏和寒山也闻声望去 看到嘉青带了一群人 站在他们身后 方才 嘉青看寒山也迟迟未归 前去找寻 但树林中却没有人影 于是他赶忙带人顺着寒山也的气息追寻 将寒山也和王氏抓了个正着 什么成婚 谁和谁成婚 寒山也左右望了望 突然开口问道 嘉青生前未嫁人 死后一直在为自己挑选夫婿 王氏叹道 他选了这些年 一直没找到重义的 没想到 这日竟挑中了你 我看见你在村子里 吓了一跳 趁着你外出散步 想带你离开 他从未与我说过此事 寒山也瞪大眼睛看向嘉青 道 我不会与你成亲的 王氏是我妻子 我对他忠贞不二 自他死后 我就没打算再去 哦 嘉青的目光 在寒山也和王氏身上寻缩了一圈 挑高眉头说道 我可不相信 你看 我比他漂亮 还比他厉害 你要是娶了我 我还能给你这辈子享用不尽的钱财 成蒙你看得起我 但是我自觉配不上你 还请你放过我吧 寒山也态度坚决地说道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要是不娶我 我就将你杀死 是你的命重要 还是你身旁的那个女人重要 嘉青指着寒山也身后的王氏 冷声道 王氏拉了拉寒山也的衣袖 小声劝道 嘉青已经活了很多年了 是这一代的鬼王 本领十分了得 你还是赶紧答应他吧 寒山也安抚地拍了拍妻子的手 朗声道 强扭得刮不甜 我不想违背 本心欺骗你 若是你想杀了我 那就尽管杀 死后我也会和我妻子在一起 文言 嘉青一愣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一眼就相中了一个好男人 可惜 这个好男人并不喜欢我 看你们这么恩爱 我也不好做恶人 这次明婚就让给你们吧 说吧 嘉青打了个响指 王氏身上的衣服突然变成红色 众人簇拥着王氏和寒山也 让这对久别重逢的夫妻重新拜堂成亲 结成明婚后 你们俩便可经常见面 在你百年后 王氏会和你一起投胎 到了下辈子 你们两个还可以再续前缘 嘉青向寒山也解释道 第二日 寒山也匆匆下山 直到这时他才知道 他跟着嘉青来到的这个村子是鬼村 村中没有一个活人 后来 寒山也一生没有娶妻 王氏常常在夜间与他相会 有时 寒山也还会带着国品上山 焚香供奉嘉青 以此感谢嘉青成人之美 你们家的饺子里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那么多回头客呢 张丹丰不止一次地来到苏州城北那家饺子馆 询问老板娘 这里的饺子是怎样调限的 那饺子馆的老板娘是一个叫雪如的美貌女子 她包出来的饺子皮薄馅大 鲜香可口 美味至极 轻轻咬上一口 醇厚的浓汁顿时冲击着人的味蕾 令人吃了还想吃 因此来这家饺子馆的都是回头客 雪如每次听到张丹丰这样问 只是轻轻一笑 闭口不谈 这月发激起了张丹丰的好奇心 甚至让他萌生了拜师学艺的想法 没想到正是这个想法 差点要了张丹丰的命 清朝末年 一个叫张丹丰的厨子 在苏州城南开了家饺子馆 张丹丰年过三十 为人勤劳能干 他卖的饺子分量足 味道鲜美 价格也不贵 因此来店里的客人 络绎不绝 张丹丰心地良善 他每天都会卖不完的饺子 送给附近的乞丐 赢得了一个好名声 那一年秋天 城北来了一个叫雪如的美貌女子 她也开了一家饺子馆 雪如的饺子馆 开业当天 她直接放出话说 前三天免费请大家吃水饺 雪如的这句话 很快传得人尽皆知 毕竟是免费的饺子 吸引了很多人来雪如的饺子馆 吃饺子 人们吃过雪如包的饺子以后 发现那饺子 比张丹丰包的还好吃 此后那些是吃饺子的人 变成了雪如饺子馆里的常客 张丹丰饺子馆的生意 因此一落千丈 张丹丰一家几口人都指望着 那间饺子馆生活 她看到人们都去雪如那里吃饺子 心中多少有些愤愤不平 只觉得是雪如抢走了自家生意 于是她来到雪如的饺子馆 点了一份水饺品尝 却发现雪如包出来的饺子 比自家的饺子好吃百倍 她这才明白 为何雪如的饺子馆生意会如此火爆 张丹丰为了拯救自家的饺子馆 不止一次地询问 雪如是怎样给饺子调馆的 可雪如从没有正面回答过她 张丹丰以为雪如的饺子馆秘方是不外传的 便提出要拜雪如为师 向她学习给饺子调馆的秘方 没想到雪如听到张丹丰这样说 立刻变了脸色 她当即冷着脸将张丹丰赶了出去 并表示自己绝不会收图 饺子馅料的秘方也不会交给任何人 张丹丰没想到雪如会如此干脆地拒绝自己 她为了能学到雪如饺子馆的秘方 决定铤而走险 于是当天夜里 张丹丰趁着夜色偷偷潜入到饺子馆后厨 趴在窗外准备偷学秘方 没想到她却看到了十分可怕的一幕 张丹丰通过打听得知 雪如为了不让人得知饺子馆的秘方 都是天亮之前给饺子调好馆 那天晚上 张丹丰便翻墙进了雪如饺子馆后厨 半夜的时候 她在暗处看到雪如进了厨房 便趴在窗外准备偷食学艺 却看到雪如竟然用蛇血给饺子调馆 在雪如饺子馆的厨房里 房梁上竟然缠着一条比人腿还要粗的黑色大蛇 当雪如剁好饺子馆以后 就用菜刀在黑色大蛇身上割一刀 黑色大蛇的血滴在饺子馆里 饺子馆立刻变得香味扑鼻 雪如用蛇血调好饺子馆以后 便摇身变成一条大青蛇 只见大青蛇在大黑蛇的伤口上舔了舔 大黑蛇身上的伤口立马好了 张丹丰看到这一幕吓得魂不附体 她看到雪如由人变成蛇 这才明白雪如不是人 而雪如饺子馆的饺子馆也藏着猫腻 就在这时 青蛇听到窗外张丹丰的呼吸声 发现了张丹丰 立刻向窗外游了过来 张丹丰看到自己行踪败露 吓得落荒而逃 一青一黑两条大蛇 却在身后对他紧追不舍 眼看那两条大蛇就要追上张丹丰 关键时刻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乞丐忽然出现 只见老乞丐撒出两把熊黄粉 那大蛇吓得不敢靠近张丹丰 随后那老乞丐一手拿黄符 一手抽出藏在腰里的软件 冲上前将那两条大蛇砍成了几段 一场危机这才化解了 张丹丰认识那个救了他的老乞丐 他曾数次去张丹丰的饺子馆领 搅免费的饺子吃 没想到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老乞丐 竟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高人 还斩杀蛇妖救了张丹丰一命 张丹丰感激老乞丐救了自己 急忙上前道谢 不料老乞丐却不在意的摆摆手 举手之劳 不必挂怀 这两条蛇作恶多端 早就该死了 张丹丰从老乞丐那里得知 这两条蛇妖来到人间 是为了抢走人身上的杨兽 提升自己的修为 他们将自己的血放在饺子县里 包成饺子售卖 那些来饺子馆的客人 每吃一个饺子 就会少一天杨兽 老乞丐早就查明了真相 他当时正要去杀那两条蛇妖 没想到遇到张丹丰被蛇妖追杀 这才出手救了张丹丰一命 张丹丰知道真相 以后止不住地叹息 若是雪如饺子馆一直存在 只怕有不少人因此失去生命 蛇妖被老乞丐除掉以后 雪如饺子馆一夜间消失 此后张丹丰的饺子馆生意又红火起来 而他每天都会多煮一些饺子 接济附近的乞丐 那夜过后 人们像是忘记了雪如 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 人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此后城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怪事了 故事发生在宋朝时期 七封山的山脚下 有一个叫无忧镇的小镇子 此地位置便利 往来商贸频繁 故而经济非常繁荣 衍生出一种新的职业 九楼说书人 所谓九楼说书人 就是九楼掌柜专门请来的说书先生 他们抛弃传统摆摊说书的方式 每天到九楼里说书 吸引客人 进而获取分红 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要说镇上最厉害的说书人 那就是金木匠的儿子金吴明 金木匠目不识丁 一辈子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 下定决心要将儿子培养成才 金吴明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从小读书刻苦 奋发钻研 本打算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奈何时运不济 多次应试未忠 无奈之下 回到家中 做了教书先生 机缘巧合之下 金吴明被当地最新楼的老板看重 请他到最新楼说书 金吴明这才找到施展拳脚的机会 每日引得大批酒客钱来 没多久就赚得盆满波营 眼见儿子这般出息 金木匠就托人给儿子说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林指匠的女儿林翠之 金吴明 见过林翠之后 很快就被他的美貌吸引 拜堂成亲 结为夫妻 二人婚后恩爱和美 互相扶持 一起侍奉金木匠 共同撑起一个小家 日子过得非常有盼头 正当一家人 以为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即吴明出去做活的时候 不慎被一匹失控的骏马踢中脑袋 当场殒命 只留下一个娇滴滴的媳妇 以及年迈的老父亲独自过活 儿子去世后 金木匠曾劝儿媳妇改嫁 却被林翠之直接拒绝 林翠之表示 他和金吴明有结发之恩 不能丢下金吴明的父亲不管不顾 金木匠听后老泪纵横 只能由着林翠之 并在心里发誓 要将林翠之当成亲生女儿对待 为了让日子更好一点 金木匠重操就业 开始四处做活 然而岁月不饶人 金木匠早就没了年轻时的体力 在一次做活的时候 不慎伤到了腰 被一旁的工匠送回家中 林翠之请郎中给公公看过后 郎中表示 金木匠只能卧床静养 金木匠听到后 以为自己连累到了儿媳 留下了自责的泪水 从那天开始 林翠之辞掉活迹 专心在家中侍奉公公 人们见二人一直不出门 渐渐地传出风言风语 常常 气得林翠之夜不能寐 有一天 林翠之正准备给公公熬药 突然发现家中药已不多 就到镇上去给公公买药 买完药后 街角一个算命道士吸引了林翠之的注意 那道士仪表堂堂 一副先锋道鼓的风范 更重要的是 每个从道士摊上算过命的人 都喜笑颜开 林翠之心系公公 就准备上前替他算上一挂 道士见林翠之美貌无比 瞬间就动了心思 问明金木匠的生辰八字后 道士眉头一皱 对林翠之说道 不好 你公公今夜三更必死 林翠之本想听到一点好话 谁知道 这道士这般不识趣 他黑下脸 朝着道士怒骂一声 快闭嘴 然后转身离开 道士被骂后 道也不恼 而是扭过头 对算命摊旁边的一个幼童使了一个眼色 幼童会议 立马跟在林翠之身后 摸清了他家的地址 林翠之回家后 将今日在镇上算命的结果告诉公公 金木匠听后 笑着说 无房 自己床下是这栋房子的房器 届时林翠之可以将房子卖掉 再找个好人家嫁了 林翠之文言泪流满满 让公公放宽心 三更十分 一个黑沙蒙面的人来到林翠之家中 他先是往林翠之房中吹一口迷雾 然后持刀来到金木匠屋中 金木匠正准备起身逃跑 却被蒙面人一脚踹倒 在床上 正当蒙面人举起手中的尖刀 想要结果 金木匠的性命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破空声 蒙面人连忙侧身躲开 回头一看发现是握着铁剑的林翠之 你怎么 蒙面人满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怎么没被迷倒对吧 林翠之冷亨一声后表示 自己小时候曾在一个高人座下学过武功 这点迷雾还迷不到他 蒙面人眼神一寒 持着匕首向林翠之打来 林翠之不敢大意 立马持剑上前 和蒙面人站在一起 二百回合之后 林翠之和蒙面人陷入僵持 金木匠趁机揭开蒙面人的黑纱 林翠之一看 正是白天算命的那个道士 道士见自己暴露后 心中一慌被林翠之一招拿下 一个幼童见状连忙赶来相救 也被林翠之击倒 金木匠喊来邻居 将道士和幼童送到衙门 大堂上 道士熬不过刑罚 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他本是空虚山上的一个道士 因为被妻子背叛而心里扭曲 就找了一个幼童做成傀儡 联合起来报复其他女人 他借着算命的名义 得到那些女人的信息 进而找上门去玷污那些女人 今日他见林翠之貌美 就撒了一个谎 说他公共三更必死 本想杀掉金木匠 趁陈林翠之慌乱之际将他霸占 没想到却被林翠之反制 县官听后大怒 立马判了道士凌迟处死 并让人埋葬了那个幼童 后来吉木匠的身体渐渐恢复 他亲手将林翠之嫁出去后 自己一个人行走江湖 留下无数佳话 明朝时期 宝宁有个叫江子虚的木匠 他的木工手艺不算好 再加上家里的吉姆弟遇到蝗灾 收成不好 江子虚连顿饭都吃不饱 就和村民们去逃荒 半路上江子虚遇到一条母狗 他长得胖乎乎的非常可爱 冲着江子虚不停摇尾起帘 江子虚对这条母狗甚是喜爱 左右找不到母狗的主人 就带着母狗一起离开 几日后到达一处新的城镇 这里街道繁华 人来人往 却没有江子虚能够容身的地方 无奈之下 只好沿街乞讨 这时一对母女从江子虚面前路过 瞧着江子虚长得一表人才 索性将她领回了家照顾 包括母狗 江子虚到家后也不闲着 尽力帮母女二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家里的重活全都被她承包 因此母女二人非常喜欢江子虚 前女儿失双和江子虚相处下来 竟觉得江子虚性格温和讨人喜爱 对江子虚放心暗许 而江子虚正找不到媳妇 她就和失双举办了一场婚事 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 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美满如意 夫唱妇随 浓情蜜意 经常意外在一处 好几次岳母站在一旁 却被夫妻二人给忽视过去 渐渐的岳母觉得她是个局外人 也不再和夫妻二人亲近 岳母年轻时也是个美人披子 如今四十出头 又懂得保养 风韵犹存 稍加打扮 依然能迷倒街上一大群男子 自从少了失双的陪伴 岳母就逐渐变得好打扮 总是浓妆艳抹地出门 失双以为母亲来了第二春 只希望母亲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就没有横家干涉 包括江子虚亦是如此 自从岳母和外面的男子走到一起后 家中就发生了一件怪事 就是江子虚带回来的母狗变得愈发消瘦 那日江子虚担心母狗吃不饱 将两碗饭倒给他 让他吃的肚子都胖起一圈 然而紧过了片刻 母狗那圆滚滚的肚子就凹陷了下去 半个月下来 母狗竟瘦成了皮包骨 江子虚越想越觉得怪异 就特意观察了母狗几分 每日清晨起床 中午晚上饭前 都会看母狗两眼 半夜二更起夜 也会走到母狗身旁转两圈 一天不下七八次 却没有在母狗身上发现半点端倪 渐渐地江子虚产生了放弃的心思 可他却在此时发现了岳母的密室 那晚江子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就出来散心 才到院子里 就发现岳母朝着母狗走去 只见岳母在母狗头上拍两下 母狗就好像被抽走了活一般 整个软倒下去 随后母狗开始干藕 口中吐出一枚金丹 岳母连忙将金丹捡起来 带着金丹去了铁匠家 并将金丹放入铁匠口中 含了两个时辰才取出来 接下来的几个时辰 岳母都在铁匠家待着 直到清晨才离开 并把金丹还给母狗 让他重新吞吐腹中 江子虚尾随岳母一夜 对岳母的行为了若执掌 他不准备藏着掖着 直接找到岳母 让他把怎么回事说出来 岳母被江子虚问得满脸娇羞 他扭捏了好一会儿 才涅如着将他和铁匠的关系交代出来 铁匠在十年前丧妻 膝下也没有儿女 为人又老实 岳母走在街上时 刚好和他迎面撞上 摔倒在地 扭伤了脚踝 多亏铁匠将他背回家 此后岳母就对铁匠心生好感 私下多次和铁匠往来 双方的关系愈发亲密 恰在这时铁匠染上了一场怪病 平日铁匠过得勤奋 他有九家铁匠铺 手下还有四个徒弟 每日打铁 照看生意 还要教授徒弟 日子忙得不可开交 积劳成疾 躺在床上休养两个月也没养好 动不动就吃不下饭 身上还冒出了一层水泡 为此岳母焦急不已 晚上睡不着觉 请来好几个郎中也没有治好铁匠的怪病 眼看铁匠就要郁郁而终 这时郎中给岳母提供了一个救治铁匠的方式 上古时期有神兽祸痘 他体内有一枚内丹 能够化解世间任何病症 只要岳母能找到祸痘 就能够救下铁匠 天下就有一只祸痘 还是仅在上古神话中出现过 岳母几乎丧失了希望 可郎中早年见过祸痘 声称在岳母身上感受到了祸痘的气息 这说明祸痘就在岳母身边和岳母接触过 因着祸痘和狗长的相似 当他出现在凡间时 就被江子虚给误认成一只母狗 每日就拴在家里看门 岳母发现母狗是祸痘后 就请求祸痘将金丹吐出来 以电他救治铁匠 祸痘是个善良的神兽 也不能见死不救 就每天将金丹交给岳母 导致体内的灵力大都被铁匠吸收 尽管他吃了不少饭菜补充营养 还是渐渐消瘦下来 得知真相后 江子虚没有怪罪岳母 还让岳母放心地救治铁匠 直到铁匠恢复如初 金丹才彻底被祸痘收起 身体也恢复到原本模样 后来岳母也和铁匠举办了一场婚事 从家里搬了出去 而江子虚和尸双赵就生活在一起 一起照顾着祸痘 祸痘乖巧懂事 从不找麻烦 带到夫妻二人全都走完此生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家 再也没出现过 江州有个无姓老汉 年近七旬 他年轻时是个祸狼 攒下了丰厚的家底 待年老后 便在镇上买了许多铺子 平日里靠收租为生 日子过得阔绰富裕 只可惜他无妻无子 日子到底少了些温馨热闹 吴老汉曾有过两任妻子 第一个是他的初恋情人 婚后不到半年便因病去世 第二任是个寡妇 两人性情相投 婚后不久便有了孩子 可惜寡妇在生孩子时难产 母子都没能保住性命 后来有算命先生为吴老汉批命 说他因缘坎坷 命中无子 若是想娶妻 须得先领养一个孩子 吴老汉性格豁达 文言便与他大哥约定 将折吴云琦认作儿子 一转眼 几十年过去了 吴云琦已经结婚生子 可吴老汉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人 因此未曾娶妻 近些年或许是赶到大限将至 吴老汉散去大半家财做善事 按他的话说 钱财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如做些善事 也好积些因德 这天一早 吴老汉在院里打拳 他早些年走南闯北 练就一身好武艺 身板十分硬朗 如今虽说已经七十 但只看皮下 说他五十也有人信 这喜鹊一早叫喳喳的 一看就是有喜事 吴善人 我给你喝喜来了 人还没进门 一道极有变十度的声音 先传到吴老汉的耳朵里 吴老汉转头 看到刘媒婆踏进大门 吴善人 前些日子 你在城外施州 有个外地逃荒来的小姑娘 快饿死的时候 得了你一碗粥 这才活命 刘媒婆笑道 姑娘名叫小翠 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听说你还没成亲 便有意嫁给你 她年方十八 模样身段都没得挑 还对你一片痴心 这可不是好事 我这个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 哪有这么大魅力 吴老汉皱眉道 多半是冲着我的家产来的 你替我拒了吧 言罢 不等刘媒婆说话 吴老汉关门送客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不料傍晚时分 刘媒婆一脸愁容的 再次出现在吴老汉家门口 小翠听说 你说她贪慕钱财 一头扎进河里 说要以死明智 刘媒婆苦笑道 好不容易把她救醒 现今又在寻死密活 你要是不娶她 说不定她就真的死了 闻言 吴老汉叹了口气 随刘媒婆去看小翠 双方交谈一番后 吴老汉见小翠 实在铁了心要嫁她 为了她的性命着想 便决定先将她娶回家 几天后 吴老汉与小翠举行婚礼 当晚 在送走宾客后 吴老汉来到洞房 他本打算与小翠交代一生 而后去客房安寝 不料 小翠见她进屋 静止将她推向床榻 还反手将房门锁上 春宵苦短 夫君莫要辜负良辰 小翠说着 解开身上的衣袋 见状 吴老汉忙低下头 他正要出言呵斥 视线却无意间扫过小翠腰间 灯石愣在原地 小翠的腰上长出一层白色毛发 他不似动物皮毛那般柔软 倒像是人身上的汉毛变长后的模样 吴老汉早年间走南闯北 曾听说过一种名叫杨施的东西 活人死后 趁着尸身未凉 用秘术将其炼制 便可得到杨施 杨施看起来与活人无异 只是感受到过重的阳气时 身上会长出白毛 并且 他没有神智 完全受炼制之人操控 与那人五感并通 相当于那人的化身 想到这里 吴老汉心中惊疑 他抬头看向小翠 发现他笑容依旧 一步步朝自己逼近 他脑子转过一圈 心中有了主意 吴老汉假意迎上前 随后突然抱起 用腰带将小翠捆住 又找来绳索 将他吊在房梁上 他取来马鞭 在小翠背上狠狠抽打 小翠哀嚎出声 满八十一下后 他突然垂下头一动不动 身躯迅速腐朽 见状 吴老汉将他从房梁上放下 这是吴老汉 无意中得知的方法 将杨施吊死 抽打八十一下 这样一来 便可将杨施身上的术法破除 使其变回死尸 并且背后操纵那人也同样会受到鞭挞之苦 须得喝下鞭子熬成的汤才能破除 若是那人不想受苦 明日定会来寻他 一日一早 吴老汉的侄子吴云琦哀嚎着上门 请求吴老汉将鞭子给他 在吴老汉的怒视下 吴云琦讲出了事情的始末 吴云琦被吴老汉认作儿子后 便将吴老汉的家产视为囊中之物 这些年 看吴老汉广散家财 吴云琦心中十分不满 觉得吴老汉这是用了属于他的银子 为了早日继承吴老汉的遗产 吴云琦将一个刚死不久的姑娘变为杨施 随后操纵他 装作从外地逃荒而来的模样 逐步接近吴老汉 吴云琦的意图是让姑娘与吴老汉成亲 将他害死 而后吴云琦查明真凶 将姑娘绳之以法 这样一来 他便能顺理成章地继承吴老汉的家产 得知这番经过 吴老汉在看着折儿 失望至极 我虽然广散家财 但也留下了足够你花用一辈子的钱财 打算让你继承 现今既然出了这种事 我不与你计较 但你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个字 以后你我不再是父子 你好自为之 吴老汉将鞭子扔给吴云琦 随后将他轰出家门 吴云琦一直以来依靠吴老汉给的钱财度日 被赶出家门后 他身无分文 又没有一技之长 很快便沦为乞丐 清朝时期 凤翔有个姓上官的老汉 他在晚年和妻子有了个孩子 可妻子在生产时大出血 难产而死 留下了一个孩子 取名上官尹 自从妻子丧生后 上官老汉的身体与日俱下 没过几年就病倒在床 找到他昔日的两位好友 黑白二老 将儿子上官尹托付给他们 让他们照顾上官尹长大成人 黑白二老料理完上官老汉的后事 带着上官尹去了一处道观 将上官尹收为官门弟子 传授他各种术法 上官尹乃是天纵之姿 学习术法的速度非常快 成了小一辈到世中的佼佼者 每遇到来挑战的师兄弟 都能将其打得落花流水 此时的黑白二老 修行已经到达了极限 是时候该往上飞升 不过黑长老是鬼修 他飞升后是知鬼 要去地府当差 而白长老修行的是仙术 飞升后是要去天庭 分别前 黑白二老将上官尹叫到跟前 叮嘱他要和师兄弟们好好相处 团结一心 上官尹听爸点点头 黑白二老这才放心地飞升而去 而后上官尹找到一名石匠 让其制作了一对黑白二老的雕塑 放在他居住的禅房 以此警醒自身努力修行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上官尹还是不可避免地懒散起来 一年春日 道观外举办了一场庙会 人来人往的十分热闹 上官尹在道观中听闻庙会中的盛况 十分欣喜 于夜半三更溜出道观 到庙会的场地走了一遭 良辰美景尽收眼底 不一会儿 庙会中出现一名美妇的身影 他在围观几名杂技演员表演图火 上官尹发现了他 凑到他旁边和他搭讪 得知美妇名字叫孟宇 家中的丈夫常年在外经商 过年也没有回家团聚 孟宇就和婆婆一起过年 然而 在逛庙会途中 孟宇和婆婆不慎走散 他在此的找了许久 也没有见到婆婆的身影 恰好此地有人表演杂技 他就上前围观片刻 常年居住在道观的上官尹 平常难以接触到貌美的姑娘 遇见孟宇竟觉得倾心不已 他谎称他见到一个老太太 就朝着道观的方向走去 说是要进入道观上乡 孟宇以为老太太是他婆婆 就让上官尹在前面带路 他要去道观中寻找婆婆 之后二人来到了道观之中 上官尹连哄带骗地 把孟宇带到他休息的禅房 而后色咪咪地盯着孟宇 顺手把禅房的门繁锁好 不明所以的孟宇在禅房中贴了几眼 没有发现婆婆的身影 就要向上官尹询问婆婆的去向 其料他刚转过身 就对上了朝他扑来的上官尹 吓得孟宇脸上长出一层白毛 九条尾巴瞬间从裙子下面窜出来 死死地把上官尹缠个正着 孟宇的真身是条九尾狐 曾在一次修行途中走火入魔 是一名商人将他及时唤醒 还给他准备了吃食 此后孟宇就对这位商人心生好感 嫁给他做妻子 一直过着安稳的生活 受到过人类好意的孟宇 从没有察觉到人群中 还有上官尹这样的人渣 以为上官尹在认真带他寻找婆婆 没有产生一丝怀疑 方才的一幕让他猝不及防 对待心思邪恶的人类 孟宇从来不会心慈手软 准备用尾巴绞死这个猖狂的人类 可上官尹却凭着他的毕生所学 硬生生地挣脱了孟宇的束缚 跑到门边开锁要逃走 却怎么也打开不了紧闭的房门 此时的上官尹 已经被面前的孟宇吓到浑身流冷汗 两条腿不停地颤抖 嘴里一个劲地向孟宇求饶 他常年生活在道观之中 没有下山历练过 更没有见过什么妖怪 一时间竟被孟宇吓破了胆 他突然想到两位师尊黑白二老 他们肯定不忍心让悉心调教好的徒弟 被残忍杀死 就连忙跪行 至两个雕塑前呼救 然而 黑白二老的雕塑 始终没有半点回应 上官尹也不想就这样被孟宇杀死 他想到二位师尊火气大又爱面子 就把黑白二老在道观时所做的秀事 一个个全都说了出来 想要激发黑白二老的怒火 让他们赶紧出来摆平这九尾狐妖 白长老和小孩抢零食吃 黑长老一把年纪了还尿床 白长老吃饭时不慎将筷子插进鼻孔 上官尹能想到的一个没落下 不消片刻 黑白二老的雕塑上 都冒出了一股清烟 此二人气得能把鼻孔撬上天 拿着浮沉不停地在上官尹身上挥打 骂他个不争气的小兔崽子 事后向孟宇道歉 声称他们此后会好好管教上官尹 孟宇一看面前 二位都是道行高深之人 他未必是此二人的对手 再加上他没有遭受损失 只好就此作罢 不过他此后再遇见上官尹作恶 必定要了上官尹的小命 势必 上官尹老老实实地给孟宇道歉 其实这是他第一次对女子动心 没想到碰上了硬茶 他此后再也不敢跟外面的姑娘有所往来 在黑白二老的帮衬下 孟宇很快找到了婆婆 和婆婆一起下了山 而黑白二老又把上官尹教育了一顿 此后才回到原来的地方 后来上官尹痛改前非 一直在道观中好好地修行 在百年后也飞升成了神仙 明朝时期 台州一带有个青山镇 镇上有个名叫贺祥天的年轻县官 他出身官宦世家 父亲是当朝重臣 作为家中独子 家人对他寄予厚望 奈何他不争气 不好好读书 反而整日吃喝嫖赌 玩乐无度 贺府不想看儿子继续沉沦下去 便托关系将其安排到了 台州一个偏僻之地当县官 一方面是为磨炼他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帮他铺好今后的道路 毕竟想要往上爬 就必须在底层打磨过 这样圣上也更为放心 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贺祥天来到台州后 滥用权力 欺压百姓 搞得当地乌烟瘴气 百姓怨声载道 尽管如此 他仍不知悔改 反而加重赋税 中饱私囊 这年夏日 天气酷热难耐 贺祥天吃不了这个苦 便打算到后山阴梁之地建一栋避暑宅院 他派人张贴告示 叫人前来帮忙 可当地工匠都知道他的德行 自然不愿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贺祥天见无人应聘 火冒三丈 直接带人抓了一群壮丁 大家敢怒不敢言 只能暂时听从 在这群人当中 还有个须发揭白的老木匠 此人姓范 大家都叫他范师傅 范师傅从业三十多年 经验丰富 手艺精巧 在当地颇有名望 也正是如此 贺祥天才会将其抓来给自己干活 老话说得好 民不与官斗 范师傅倒看得开 也没多说什么 可能是担心众人不好好干活 贺祥天故意拿范师傅当典型 还声称 只要能跟范师傅 一样只干活不抱怨的 结束后宫前翻倍 众人听后半信半疑 但为了钱 他们选择了退让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宅子的主体很快就建好 可在这个结果眼上 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这天正午 范师傅干完活没回家 其孙女小素便前来给他送饭 小素年方二八 正是花一般的年纪 加上他秀美的容貌 一进工地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巧的是 小素在离开的时候 被前来视察的贺祥天看到了 贺祥天被其美貌深深吸引 心里也打起了小算盘 三天后的清晨 小素被人从一辆马车上丢了下来 他衣衫不整 神色呆滞 显然是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街坊邻居见状 立马将其送回了家 小素再看到爷爷后 再也绷不住 挖地一声哭了出来 经过询问得知 原来是当地县官贺祥天看中了他 并派人将其绑架 在府上玷污了他 范师傅听后火冒三丈 可他心里清楚 明斗肯定不行 何况贺祥天的父亲来头不小 他一个平头百姓肯定是斗不过的 想到这 范师傅隐忍不发 并安慰孙女 这边他照常到工地干活 不过他心里已经有了对策 一天傍晚 他趁着所有人离开之际 悄悄在门槛下动了手脚 至于贺祥天 他早就料到 范师傅不敢声张对付自己 自然有恃无恐 新房很快就建好了 贺祥天却出而反而 将所有工匠都赶了出去 一毛钱都没有发 众人怒不可遏 决定找他讨说法 怎料贺祥天没出面 范师傅却把这事给解决了 范师傅告诉众人 民不与官斗 何况贺祥天来头不小 给他惹恼了 倒霉的就是自己 说明利害关系后 众人只好作罢 见范师傅如此懂事 贺祥天很是高兴 并开开心心地搬进了新宅 可他刚住进去没多久 意外就发生了 先是朝中出现变故 所有世家子弟被安排当官之人 全部被罢免 其中自然包括贺祥天 贺祥天也没当回事 毕竟这官他当不当都一个样 可没过多久 朝中就传来了他父亲被罢免的消息 原来 圣上发现贺父结党营私 收受贿赂 但念在他劳苦功高 没有做太重的处罚 只是将其罢官 遣返回乡 贺祥天得知此事后 被吓得不轻 立马派人将父亲接到了台州 并准备处理完台州的资产后 跟父亲一起回家 就在这时 一个云游道士路过此处 且从贺祥天的府前经过 并感觉到其门槛下有种异样的波动 道士觉得不对劲 便主动拜访了贺祥天 贺祥天听后 顿感不妙 并叫人挖开了家里的门槛 果不其然 门槛下有个小布包 里面放着一根断掉的筷子 应该是有人故意埋进去的 道士见状连连摇头 并表示此乃鹰鹜 应该是有人利用此物 给他加下了咒 才导致贺祥天父子俩双双落马 道士解释说 筷子是人们吃饭的家伙 断掉了自然就不能用了 吃饭的家伙没了 就会挨饿 而贺家之所以富有 之所以为所欲为 全靠在朝为官的贺府 这吃饭的筷子断了 自然就寓意着贺家没落 贺祥天听后大吃一惊 且立马想到了木匠范师傅 定是自己玷污了他的孙女 他才将这段筷埋在了门槛下 想报复自己 想到这 他立马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并带人前去找寻范师傅 可街坊邻居告诉他 范师傅早在半个月前就带着一家人搬走了 至于搬到了呢 谁也不知道 贺父火冒三丈 大骂贺祥天不争气 但是到如今 已经没有挽回了余地了 之后 父子俩便卖了胎州的地产 回到了老家 可贺祥天花钱大手大脚惯了 没多久便把家里的老本给花光了 还把父母给气死了 最后 贺祥天流落街头 被活活饿死 民国时期 天津作为通商口岸 商业极度发达 然而每至夜幕时分 城内阴暗的角落 涌动着不为人知的尘封意识 话说当时天津有意理性富商 靠经营家族港口的生意发家致富 在当地赫赫有名 富商的结发妻子未到中年 便因病早逝 富商悲痛欲绝病 历世终生不再去 二人为玉有一女 正值二九年华 名为李姓 被其富士作掌上明珠 李姓从小锦衣玉时 饱读诗书 性情温文尔雅 过着千金小姐的生活 富商平日待人接物 也算宽厚 为人正值 因此很少树敌 只是有人表示 妻子去世之后 富商性情略为古怪 侍女家仆常见其五叶子时余卧房 独然一盏竹灯哀嚎 除此以外 富女二人尽享当地的财富权势 生活幸福 然而人事无常 一次千金李姓执意要求跟随货船出海 本只是数天的行程 可天有不测风云 或许是经历了海难 富商一行人苦苦等待数十天 当时出海的货船中仍无一人归来 至此 所有人都断定 千金早已葬升水底 并无生还的可能 富商整日闭门不出 卧床不起 宛如身患重疾 整日痛心疾首 一计之后 富商仍不愿为女举行葬礼 并对此事只字不提 家蒲长见其彻夜不眠 禀逐哀嚎 令所见者内心惶恐 掌上明珠死不见诗 富商不愿接受现实 开始笃行玄学之说 上山寻仙求道 登门拜访各派道士 观摩其门顿甲之书 不再如从前一般投身于生意之事 就有上门则闭门不接 家仆皆畏惧其患上心急 走火入魔 一日 富商家中一位道士来访 此道士相貌不凡 一袭黑袍 胡须雪白 颇有修法之人气度 但同时不知为何还透露出一股邪气 令人不寒而栗 只见富商称呼那道士为张大仙 听闻其自盘山而来 懂得运筹帷幄阴阳之道 精通人鬼二界互通的法则 此道士携一木箱 木箱约半尺宽 一尺长 似是尘香木打造 八面皆雕刻 有复杂经文 家仆皆不知乡中 为何物 只是这张大仙不许富商以外之人碰那木箱 并能推断乡中之物 有一定分量 张大仙被富商请进屋后 便交代了详情 他听闻富商痛是爱女 悲痛欲绝 渴望寻仙求到未与爱女的亡魂交流 只是这江湖上行骗之人居多 又都知晓富商绅士 坑蒙钱财的无数之徒大有人在 道士自称自己求到多年 精通亡魂之术 而召回亡女之魂别无他法 唯有一侧 依托之物便在这木箱中 道士所见之术明曰活人偶 亦为通过王者的身前 夫发等物 做法将亡魂移驾至 这开了道法的人偶之上 并定其奉上祭品 以延续其生命 久而久之 这人偶便会有了灵性 阴容相貌 也会越来越与亡魂生前相似 甚至能够发展出已故之人的品格 只是必须沿用活人的鲜血供奉 每日两合 如若供奉不当 惹怒亡魂和神灵 则会有极其可怕的后报 那时哪怕供奉人偶之人富可敌国 也怕是自身难保 富商念女心切 心智已然有些失常 自然不顾道士 对于供奉不当后果的警示 即刻重金请下他手中的活人偶 供奉于家中书房 等待女儿的亡魂归来 富商令其最为信任的心腹 每日于夜中潜入其家中一打杂老玉屋中 用安眠香迷晕老玉 再用长针汲取他的血液 用于供奉活人偶 几日之后 木制活人偶头顶的毛发居然略见生长 眼中也略显生灵之物的光泽 并常在富商熟睡之时离开祭台 出现在屋中不同的地方 同时 富商每夜受到女儿的托梦 梦中 爱女说自己的肉身身困于水下 夜夜凄冷 痛苦不堪 只是多亏了父亲供奉的活人偶 使他的亡魂依然能够重返世间 半复左右 此后 富商每日心情大好 常常整日妻居于书房之中 并不许旁人踏入一步 家仆常听闻午夜时分 书房之中传来富商与一年轻女子的谈笑之声 女子之声像 即已故的大小姐 只是以没有了活人的气息 显得尖锐刺耳 离奇恐怖 令人胆寒 富商也一改往日的宽厚性格 变得孤僻少语 神色可不 不出时日 老玉离世 富商掠师钱财打发 殊不知老玉之子黄姓书生 发掘其母之死属实蹊跷 黄生在其母小腿处发现伤痕 并赌信母亲之死 与富商家中近日的古怪传闻有关 各方苦苦问询 忠玉一年轻家蒲酒后坦言 在富商书房入口 瞥见其中 供奉着一鬼一人偶 人偶似之容貌与活人女子极其相似 并隐约闻见血腥之气 令她当夜噩梦缠身 黄生阅览道法之书 发掘富商仪用活人偶之巫术召唤其女之亡魂 供品即是其母之血液 然而活人偶中的邪灵实则是通过血液汲取了攻血之人的精气 致使其母在几日之内精血摔腿 不久暴毙 黄生怒发冲冠 决心抱这杀母之仇 半夜闯入富商家中书房 用砍刀怒将活人偶大卸八块 随后放火焚毁富商宅府 自己逃难江湖 不久之后富商家道中落衰败颓王 富商本人则身患顽疾 不久暴毙 此后江湖再无人行活人偶之术 清朝时期 篓中一带有个名叫丁正泽的老光棍 他年近六十 截然一身 这天 丁正泽从河边经过 突然听到河中传出孩童的呼救声 他连忙下河救人 最后孩子被他拖上了岸 而他自己则淹死在了河水里 丁正泽生前是个热心肠 村里谁家若是遇上男士 他都愿意搭把手 现今他因救人去世 村中众人更是敬佩他的高益 于是村民们收敛了他的尸身 凑钱为他买来上好的棺材 想到他无妻无子 到地府后难免孤独 还为他买来了指人为伴 丁正泽下葬这天 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为他送行 众人将他的棺材抬到坟地 就在人们准备向坟坑中填土时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 有人惊声叫道 指人流泪了 俗话说 指人话眼不点睛 谁若不听言忘情 村民们买指人时怕出岔子 反复确认了数遍 确信买来的指人是没有眼睛的 可此时 指人原本空荡荡的眼眶中竟出现了两颗血红的眼珠子 两行血泪顺着他苍白的脸庞缓缓下滑 看起来十分诡异 村民们惊叫出声 连连后退 这时 一个面白无须 身穿长挂的中年男子主动走到了指人面前 此人名叫一行天 是村中的出马仙 由于他查并看似十分灵验 因此在村中颇有威望 一行天 傅尔在指人的嘴旁 像是在听指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后 他盘膝坐下 恍惚间 人们看到丁正泽的脸浮现在了一行天的身上 但一瞬过后 又消失不见 片刻后 一行天睁开眼睛看向众人 说道 我和丁正泽通了灵 他不想要指人 他要一个女人 众人听了这话 大惊失色 议论纷纷 丁正泽从没娶过媳妇 也没有相好 人们实在想不明白他想要的女人是哪个 再说 若是那女人还活着 难道还要给她陪葬不成 一行天开口打断了村民们的议论 他想要的那个女人也已经死了 看着村民们诧异的目光 一行天将这其中的经过向他们讲述了一遍 丁正泽年轻时 和一个名叫嘉怡的姑娘相爱 嘉怡容貌秀美 身自拼廷 村中喜欢她的男子 不在少数 年近五十的张元外 也看上了她 张元外派人到嘉怡家提亲 言说要娶她做第十三房小妾 嘉怡的父母 看着那十几台聘礼 不顾嘉怡的反对 应下了这桩婚事 嘉怡的父母知道女儿与丁正泽情投意合 所以他们刻意封锁了消息 将嘉怡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 为了支开丁正泽 嘉怡的父母告诉她 只要她能在两个月内赚够十两银子 他们便将嘉怡许配给她 丁正泽文言欣喜若狂 他到镇上的码头 没日没夜地搬了一个月的货物 见货打些杂工 终于攒下了这笔银子 她捧着银子兴高采烈地到了嘉怡家 却看见了嘉怡冰凉的尸身 嘉怡的父母哭着将真相告诉了丁正泽 他们说 丁正泽走了一个月后 嘉怡被绑着送进花轿 抬到了张元外的家中 嘉怡姓子烈 她不让张元外碰她 否则就把她抓个满脸花 开始时 张元外觉得嘉怡这模样新鲜 并没有对她做出什么事 可日子久了 她看嘉怡还是一副油颜不尽的模样 心中感到厌烦 她叫来了她的几个狗腿子 让他们当着她的面将嘉怡垫污 张元外本以为嘉怡会从此就范 变得乖顺 可第二天 当她走进嘉怡的房间时 发现嘉怡悬梁自尽了 她嫌弃 嘉怡晦气 不愿将她安葬 于是吩咐人用破草席将尸身卷起 丢在了嘉怡父母家的大门前 嘉怡的父母虽然爱财 但从没想过要害死女儿 看到嘉怡的尸身后 他们崩溃不已 嘉怡的父亲到张元外家讨说法 却被乱棍打了出来 嘉怡是在丁正泽回到村子的前一天自尽的 若是她能提早回来一天 发现嘉怡被迫嫁给了张元外 也许嘉怡就不会死 想到这一点后 丁正泽悲痛欲绝 她本想追随嘉怡而去 可对张元外等人的恨意支撑她活了下来 她亲手将嘉怡安葬 并决心为她报仇 说到这儿 一行天探道 这几十年来 丁正泽为了报仇 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十几年前 张元外乘马车外出 途中 马儿受惊先翻马车 他被压在车架下气绝身亡 让马儿受惊的人正是丁正泽 随后 他又精心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意外 悄无声息地杀死了当初 欺辱嘉怡的那些人 丁正泽报完仇后 本就心存死至 他那天路过河边 本想跳河自尽 却忽然听到孩子的呼救声 于是他将孩子救了出来 自己则沉浸了河底 这也算是遂了他的心愿 丁正泽说他别无所求 只希望我们能将他和嘉怡合葬 这是他唯一的心愿 一行天说完这句话 指人无火自燃 化为灰烬 丁正泽离开了 得知这番经过 村民们感慨不已 一行天带着众人将丁正泽的尸身抬到了嘉怡的坟墓前 人们挖开坟墓 发现这竟是个双人墓 想到一行天先前所言 众人知晓 丁正泽在埋葬家怡时 已经做好了和嘉怡合葬的准备 后来人们在丁正泽和嘉怡的坟墓前立了一块碑 将他们之间的这段故事刻在了石碑上 兴庆有个木匠葬老汉 为人好色 且老不知羞 他家隔壁住着一个姓刘的寡妇 容貌严厉 身姿窈窍 平日里 葬老汉经常对刘氏言语调戏 四下无人时还对其动手动脚 前不久 葬老汉生了一场重病 他的儿子葬背虎是个孝子 忙前忙后地伺候父亲 可葬老汉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 一命呜呼 葬背虎悲痛不已 他为父亲打了一个又宽又厚的大棺材 并将灵鹫在家中停了足足十天 这才出殡下葬 葬老汉下葬这天 村中众人前来观礼 人群中唯独少了刘氏 人们想到刘氏和葬老汉的恩怨 心中了然 嘴上并没有多说什么 可到了晚上 刘氏的小姐妹去他家探望 愕然发现刘氏失踪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 热心的村民将村子翻了个底朝天 却连刘氏的影子都没看到 一个大活人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村民们心中恍然 在想到在日里出殡的葬老汉 众人不由的挤背发凉 纷纷怀疑是葬老汉的怨魂在作祟 第二日一早 村长派人请来了附近道观中的老道 村民们七嘴八舌的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而后拉着老道到了葬老汉的坟前 让他施展倒树将葬老汉送入轮回 老道围着葬老汉的坟墓转了一圈 用脚踏了踏地面 眉头紧紧簇了起来 他让人将他带到了刘氏家 随后从刘氏家往葬老汉的坟地走 在路过一片小树林时 他突然驻足停了下来 这处草丛不对劲 老道说着 走进树林拨开草丛 在其后发现了一个大坑 见状 老道脸上露出恍然的表情 他领着众人朝葬老汉的坟地跑去 边跑边喊 快挖坟 刘氏就在葬老汉的墓穴中 众人抖着手 挖开了葬老汉的坟墓 竟听到葬老汉的棺果中 传出微弱的拍打声和呼救声 人们吃了一惊 纷纷后退 唯有老到一个剑步冲上前 一把掀开了棺材板 下一刻 刘氏衣衫不整 面色苍白地从棺材中爬了出来 见到刘氏 众人赶忙询问他出了什么事 刘氏哭哭啼啼地说道 我正在家中睡觉 突然有人捂住 我的嘴把我打晕 我迷迷糊糊间察觉到有人欺辱了我 可我怎么也醒不过来 等我清醒后 发现眼前一片漆黑 四周都是木板 我不停呼救 但是却没有人回应 村民们听到这话 都说定是葬老汉贼心不死 欺辱刘氏也定然是他的鬼魂 就在村民们义愤填膺之际 老道却突然出生 世上没有那么多鬼 以我看 做出这件事的是人非鬼 你们看看这地道 定是有人在挖坟时故意留下的 众人寻声望去 果然发现在棺材的侧边 有一个方正的出口 正对着墓穴一旁的大洞 我到墓地之后就察觉不对 这地下竟是空的 再想到你们说刘氏失踪了 我心里便有了想法 老道说道 这地道的出口 就是我们刚刚在草丛后发现的大坑 有人顺着这个地道 将刘氏运到了墓穴中 听闻此言 有人当即顺着地道走了一趟 发现一切果然如老道所言 这墓穴是董被虎挖出来的 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人群中忽然有人喊了一句 众人听到这话 纷纷左右扭头寻找董被虎 直到这时 人们才发现 原本跟在人群中的董被虎 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 有人回忆了一番 说董被虎自打看到草丛后的大坑后 就有些心神不宁 后来他说他要去茅厕 随后便跑远了 村民们分散开来 四处寻找 最后在村子后山上的一处山洞中找到了董被虎 他正缩在洞穴的一角瑟瑟发抖 待听到村民们的疑问后 董被虎哭着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董被虎性格懦弱 为人余孝 董老汉临终前 掐着董被虎的手 让他想办法让刘氏为他陪董 董被虎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但是他仍答应下来 董老汉死后 董被虎打了一个能容纳两三个人的大棺材 又在墓穴旁挖好了地道 心中计划着再将父亲下葬后 便将刘氏偷偷带到墓穴中 董老汉下葬当天 董被虎按照计划将刘氏带到墓穴 但他看着刘氏美艳的容貌 心中忽然升起不舍 他想到自己年近三十还未娶妻 决定不让刘氏为董老汉陪葬 就将他藏在墓穴 做他的妻子 有了这个想法后 董被虎将刘氏玷污 并将他关进了棺材 董被虎没想到 村民们因害怕董老汉的怨魂作祟 请来了老道 而老道明察秋毫 迅速看出了地道的入口 并判断出刘氏就在墓穴中 董被虎想到东窗事发的后果 害怕不已 于是赶忙躲到了后山的洞穴中 没曾想还是被村民们找到了 得知这番经过后 村民们看向董被虎的眼神中 顿时戴上了鄙夷 他们将董被虎置住 要将他带去衙门 董被虎一听这话吓破了胆 猛地挣脱众人往山上跑去 结果一不小心坠下山崖 当场便没了气息 老道听到董被虎 已经允命的消息后 叹了一句 做人默起贪心 否则害人中害己 说吧 他摇着头离开了村子 明朝时期 张周有个叫卓玉珍的美丽少女 肤白貌美 他有个好闺蜜 叫慧霞 两人都是性格直率之人 因此感情非常好 一次两人在城内一个酒楼用餐 没想到遇见一桩几个男人 爆打女人的恶劣事件 当时慧霞听见女人呼救声 探头一看 只见九个标形大汉正在调戏一个妙龄少女 少女拼命挣扎 结果遭到这九个人的爆打 九人下手极狠 少女被打得不住哀嚎 其他时刻不管男女何曾见过这种场面 吓得两股战战 急欲先走 慧霞怒不可遏 从旁渝回出酒楼 找到巡逻官差 并向其说明情况 十几个官差冲进酒楼 将打人的一伙人五花大绑 救下奄奄一息的少女 其中带头打人的文申男斜眼盯着慧霞 问道 是你找来的官差 慧霞怒道 是又如何 你们欺凌少女 行凶伤人 就该受到报应 文申男冷冷一笑 被押借出门 之后 二人也没心情吃饭了 就回家了 可事情远远没结束 三天后的中午 卓裕真正在家休息 他端起茶杯暗存 慧霞为何好几天没找自己 这时 家丁匆匆来禀说 慧霞的娘来了 一进门 慧霞娘便哭得昏天黑地 卓裕真喝一跳 忙问怎么回事 慧霞娘抽烟道 我家丫头跳河死了 县令已经结案 卓裕真擦干眼泪 心想好友开朗大方 不像寻短剑的人 其中定有隐情 于是他到衙门击鼓冥冤 县令收到消息匆匆上堂 问怎么回事 卓玉珍贵导道 民女是来替闺蜜会侠申冤的 她死得不明不白 哪知县令闻言怒道 此案已结 休得再提 卓玉珍不依不饶道 敢问县令大人 前几日在酒楼行凶的九个人 现在何处 县令面色一变 知无道 已经被处死了 说吧 命人将卓玉珍赶出公堂 三天后 卓玉珍沐浴更衣 来到城郊古庙 就见一个身材挺拔的和尚 出来迎接他 和尚自称玄康 是寺内的知客僧 卓玉珍听后面露一色 说自己上次来知客僧 还是一位叫清夜的师父 玄康先是一愣 玄疾笑道 女施主太久没来 清夜外出 讲经未归 现由我来代替他迎客 卓玉珍听后 点头道 那有劳师父了 二人来到一间大殿 卓玉珍跪在佛祖面前前诚祈祷 玄康则站在一旁 尖口不语 等卓玉珍念完以临近天黑 玄康站得双腿有些发软了 道 女施主 该用摘饭了 卓玉珍缓缓缓起身道 多谢师父 我见天色已晚 不知可否能借助一晚 玄康笑道 当然可以 等用完晚膳 玄康将卓玉珍领进肩香房 领走前掏出半根香 道 女施主 山里蚊虫多 点燃这个可以防钉咬 并等卓玉珍然着香后 才转身离开 当天半夜 玄康和八个和尚 一起站在卓玉珍房门口 其中一个道 大哥 如何了 玄康笑着点点头 原来他给卓玉珍的并不是屈蚊香 而是使人闻完昏迷的香 玄康推开房门一看 对其余八人道 他晕了 快带他到影帝的香房 紧接着 卓玉珍有九个和尚轮流扛着 进入一间香房 许是路上太颠簸 卓玉珍缓缓醒过来 见身旁围着九个和尚 惊道 你们想干什么 玄康迫不及待先扑上去 兴奋道 小美人 看不出来吗 我们九人今晚要做你相公 哪知 卓玉珍笑道 正合我意 我可有福了呢 言罢 他默念一段咒语 顿时浑身充满力量 飞身一脚 直接踹翻玄康 其他和尚见状 纷纷上前 可卓玉珍就像猛虎一般 一拳放倒一个 这时 屋外也传来一阵骚动 一大群官插其其冲进屋 抓住所有和尚 玄康反抗道 我犯了什么罪 为何抓我 卓玉珍冷笑道 你以为杀了会侠 躲进寺庙冒充和尚 我不知道吗 原来 玄康便是在九楼行凶的文身男所办 其余八个则是他的同伙 当日 卓玉珍扑在会侠尸体上痛哭时 无意发现他身上有香灰 在结合县令草草结案 以及文身男们不知所踪 料定是他们一伙杀了会侠 为避风头躲进寺庙 县令则被收买放他们离开 为给好友报仇 卓玉珍决定孤身犯险 由自己饮酒人献出原刑 出于安全考虑 他先找到是要一张暂时提升武功的皇府 又快马加鞭到苏州 找知府大人讲明情况 知府围观清廉 当即派人协助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终将恶徒绳之以法 经审讯 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这九个人是当地的酒吧 平日里为祸相礼 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因为有县令做保护伞 百姓敢怒不敢言 会侠则是因为打抱不平 被这九个壮汉凌辱暴打而死 死后还被抛尸河中 这九个恶霸虽然百般抵赖 但是人证物证俱在 在正义面前 他们最终伏法 因为罪大恶极 最终被判处先攻刑再斩刑 县令作为他们为恶一方的保护伞 也被判斩刑 家中女眷全部罚为奴 冲入立春院 行刑当天 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事后 卓玉珍来到会侠坟前 说道 姐妹 我替你报仇了 你安息吧 石若生 怎么都没想到 他娶了美貌妻子 却在和妻子洞房以后 老了五十岁 正当他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 死去三年的父亲忽然现身 他严肃地叮嘱石若生道 快炖了新娘喝汤 故事发生在唐代时期 石若生乃桂林人 是位才华斐然的读书人 石若生的家在一条河边 每年夏天的时候 他都会在河边的柳树下铺上一张凉席 点上一盏油灯 半躺在柳树下看书 那一年夏天 石若生又在河边的柳树下看书 半夜的时候 石若生正握着书本昏昏欲睡 一个穿着青色衣裙的美貌 少女忽然走到他面前 主动扑到了他的怀里 美人头怀送抱 石若生闻到一股独特的香气 立刻清醒过来 他小心推开那女子 并问起青衣美人的身世与来历 青衣美人自称叫甘堂 是个孤女 家就住在附近 他见石若生 每日在柳树下读书 十分仰慕石若生的才华 这才主动来找他 甘堂红着脸表示 只要石若生不嫌弃他 他愿意陪在石若生身边 为他洗衣做饭 让他安心读书 石若生幼年失去母亲 三年前又失去了父亲 家中入不敷出 他因家境贫寒 才娶不到妻子 如今见甘堂生的肤白貌美 如花似玉 还主动提出嫁给他 石若生只以为自己魅力无边 不由欣喜不已 他立刻将甘堂带回家 两人当晚 便拜堂诚心结为夫妻 石若生与甘堂拜过天地以后 便拉着他入了洞房 他以为自己娶了一个美貌妻子 没想到次日一早 石若生从睡梦中醒来以后 却发现甘堂不见了踪迹 他的身体也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次日一早 石若生醒来发现甘堂不在身边 他起床时发觉得身上软绵绵的 就连从床上坐起来都十分吃力 石若生还以为是昨晚刚成亲的缘故 可他起床寻找甘堂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只见镜子里的石若生头发花白 满脸皱纹 甚至还有些驼背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老了五十岁 石若生没想到自己娶了甘堂以后 竟然一夜之间老了五十岁 他被自己身体身边的变化下得不知所措 他很想找到甘堂问清楚原因 可是他将屋里屋外都找了一遍 却没找到甘堂的踪迹 石若生无力贪坐在地上 心中越发不安 怎么他一觉醒来甘堂就消失了呢 石若生怀疑他一夜间老五十岁与甘堂有关 便出门寻找甘堂的身影 可他从天亮找到天黑 将小镇的每户人家都问了一遍 最终发现镇上根本没有人叫甘堂 石若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可那甘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他娶了甘堂以后 一夜间就老了五十岁呢 石若生越想 心中越发不安 眼看天已经黑了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不料他刚走到院子里 就看到死去三年的父亲忽然出现 王妇看着他深深叹西道 所谓温柔叨叨叨割人性命 傻孩子 你昨晚娶的新娘根本不是人 你中了他的美人计 原来甘堂不是人类 而是一只靠抢人类寿命修行的青蛙 半个月前 那只青蛙来到了这个小镇 因石若生每日晚上都在河边读书 那只青蛙便注意到了石若生 他算出师 若生是长寿之人 这才主动对石若生投怀送抱 哄骗石若生娶他为妻 洞房之夜 那只青蛙精趁着施若生熟睡时 偷走了施若生的寿命 因此施若生一夜老了五十岁 施若生父亲的亡魂之所以知道这些 是因为他死后仍旧担心施若生 便偷偷看了阎王爷的生死簿 结果发现施若生有一场大劫 因此他迟迟没有投胎 就是想帮儿子化解劫难 施若生的父亲本想提前阻止这场劫 不料他记错了时间 晚来了一天 等到他来时发现施若生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发老头 还好他提前看了化解这场大劫的方法 只要施若生按照他说的去做 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施若生没想到自己竟娶了一只青蛙为新娘 更没想到父亲死后还挂念着他 还为了他的安危奔波 只觉得十分羞愧 可王父却没有责怪他 还细心叮嘱他如何化解这场劫难 施若生将父亲的叮嘱牢牢记在心里 随后便喊泪送走了父亲 王父离开之前再三叮嘱施若生 你若想变回原来的样子 就将你的新娘炖了喝汤 父亲的亡魂离开以后 施若生便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假睡 半夜的时候 甘糖果然再次出现 施若生拿出提前藏在床下的面粉 洒过去 迷住了甘糖的眼睛 随后他抓住甘糖 用绳子将其捆起来 不顾甘糖的苦苦哀求 用柳条将其打出圆形 然后将那只青蛙 精放在锅里炖汤喝下 原来父亲离开之前告诉施若生 甘糖看到施若生寿命未尽 一定会再来抢施若生的寿命 只要施若生抓住那只青蛙精以后炖汤喝 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施若生将那只青蛙精放锅里炖了汤 喝下后立刻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此后他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变得小心谨慎 因此他再也没有遇到过怪事 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寿终正寝 洪州有个何姓老汉 又是因意外双目失明 他无感灵通 平日里不主拐 但行动却与常人无异 何老汉是个卑诗将 或许是因为看不见的缘故 他对于尸身一类的东西 并不像其他人那般忌讳 有人观察到 何老汉每次将尸身背到目的地后 都会伸手触摸尸身的眼睛 人们感叹 就算何老汉生活上与常人无异 但心里恐怕还是渴望能够重见光明 这一日 杜元外家的小妾因病顽固 杜元外的正妻嫌他晦气 喊来何老汉让他将那小妾的尸身背到乱葬岗丢弃 众人看着何老汉将尸身背到野外 他并没有随意将尸身丢弃 而是挖了一个大坑 将其埋葬 也算是让那小妾入土为安 见状 众人纷纷感叹何老汉心善 自打将那小妾埋葬后 何老汉一连好几日没有出屋 住在他附近的人家说 夜深人静之时 总能听到何老汉家传出哀嚎声 那声音难以形容 似是将男女老少的声音捏合在一起 听着让人心底发毛 这天 何老汉家中突然传出一声惨叫 他跌跌撞撞地跑出屋 嘴里不停求饶 众人闻声赶来 待看到他的模样后 不由地连连后退 吓得腿软 只见何老汉身上长满眼睛 那些眼睛里的眼珠子咕噜噜乱转 邪宁异常 有些眼睛中还不停流出血泪 几乎将何老汉染成一个血人 何老汉这是被邪碎害了 快去找王神算 人群中有人叫喊道 众人闻言 如梦初醒 赶忙跑到王神算家 王神算通晓阴阳 铁口直断 只要他出手 没有解决不了的怪事 镇民们都很信服他 待看到何老汉的模样后 王神算紧紧紧皱起眉头 他拿出黄服贴在何老汉身上 当时那些眼睛纷纷闭合 何老汉躺在地上 一脸惊魂未定 何老汉这是招了什么邪碎 有人好奇地问出声 他这是自作自受 王神算看着何老汉 冷声道 他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做下恶事 这正是他的反事 众人闻言 皆是一脸不解 何老汉跪在王神算面前 连声忏悔 在他的讲述中 众人明白了其中缘由 何老汉年轻时 因眼盲吃了不少苦头 渐渐地 他对生活失去信心 意图寻死 最后 是王神算的父亲 王老汉出手将他救下 王老汉见何老汉可怜 便教给他一个重见光明的办法 那便是戒严 王老汉让何老汉做杯诗价 他每背一具尸身 便可将那具尸身的眼睛借来使用 但此法维持时间不长 每借一次眼睛 何老汉只能得到三天的光明 三天后 他便会恢复原状 便回盲人 此法有两点禁忌 一是何老汉未曾背过的尸身 不能用来戒眼 因为这样的尸身和何老汉没有因果 贸然戒眼 会引来怨鬼报复 二是绝不可戒活人的眼睛 虽然活人的眼睛可以让何老汉永远获得光明 但这样一来 引发的后果就连王老汉也不可预测 从那以后 何老汉便做了卑尸将 此后几十年间 他恪守王老汉说的话 没发生过半点意外 直到那天 他被叫到杜元外家 背起了那小妾的尸身 小妾其实并没有完全死亡 何老汉背着他走了一段路后 发现他虽昏迷不醒 但心脏仍在缓慢跳动 呼吸虽然微弱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何老汉听说过 这种状态叫假死 这小妾极大可能这辈子也醒不过来 一直维持假死的状态 何老汉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是将小妾带回杜家 另外便是将她扔到乱葬岗 任其自生自灭 就在这时 他脑海里突然闪过王老汉的话 王老汉说过 若是借走活人的眼睛 他的眼盲便会彻底痊愈 所有人都以为小妾已死 就算何老汉拿走他的眼睛 将他埋葬 也不会有任何人会发现异常 在欲望的蛊惑下 何老汉借走了小妾的眼睛 并将他埋进土坑 众人纷纷感叹何老汉心善 殊不知他埋下的是个活人 那小妾死后心有不甘 化为怨鬼 他之所以陷入假死 是杜家人害他 因此原本与他仇怨最大的是杜家 但你拿走了他的眼睛 又将他活埋 所以他的怨气便报复在你身上 王神算说道 不仅如此 他的阴气还让你曾经借来的眼睛 全部显现在你身上 听罢这番经过 众人议论纷纷都不敢相信 看起来老实憨厚的何老汉竟会做出这种事情 何老汉悔恨不已 连声哀求王神算救他 可是以至此 王神算只能让眼睛暂时闭合 别的也毫无办法 他让何老汉去小妾的埋谷之地忏悔 若是他肯原谅何老汉 那何老汉身上的眼睛自然会消失 后来何老汉在小妾的坟前连连磕头 但并没有作用 几天后 他惨死在家中 何老汉死后没多久 杜家传出杜园外的妻子暴毙而亡的消息 众人听罢后 连连感慨 都言说恶事不能做 否则不知何时报应 便会找上门 清朝时期 南宁有个名叫聂子云的年轻小伙 他父母早逝 家境贫寒 靠吃百家饭长大 聂子云很有上进心 为了挣钱几乎什么都干过 也吃了不少苦 可不知为何 不管他干什么 没一件成的 钱没赚到 还欠了一屁股债 尽管如此 聂子云仍旧没有放弃 并努力工作还债 其实聂家之前并非如此 聂子云的祖爷爷本是一位 腰缠万贯的大富豪 当年坐拥千亩良田 当地几个村落的百姓 全都是聂家的殿农 就连当地之府建了他 也要礼让三分 可不知为何 其祖爷爷在四十岁那年忽然暴毙 之后聂家便开始走下坡路 变得一贫如洗 聂子云的爷爷和父亲 都吃了一辈子苦 且没活过四十岁 有人说 聂家是得罪了高人 被下了诅咒 才会沦落至此 至于是真是假 没人清楚 这年清明 聂子云提着贡品 到坟头上香 挨个给祖爷爷和爷爷上过坟后 聂子云走到了父亲的坟前 怎料他刚将贡品放好 一只体型硕大的灰老鼠 便从坟头的一个洞里钻了出来 甚至直接无视了聂子云 趴在坟头上晒起了太阳 聂子云见状火冒三丈 合着那灰鼠将父亲的坟穴 给当老鼠窝了 这还了得 他立马抄起放在一旁的木榜 举起就打 灰鼠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脑袋中了两下 并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后 钻进一旁的草丛里消失不见了 赶跑灰鼠后 聂子云又在坟前逗留了一会儿 这才离去 结果当天夜里 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聂子云梦到了死去的父亲 他一脸紧张 一见到聂子云 便上前对着他的脑袋抽了两巴掌 并呵斥道 你这臭小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得罪了吞金鼠啊 父亲表示 聂子云白天在坟头打跑的那只老鼠 是一只吞金鼠 正是他吃掉了聂家人百年的财运和气运 导致聂家三代贫困 英年早逝 聂子云听后大吃一惊 但立马提出 说要找个高人帮忙 把那吞金鼠消灭 这样聂家就能翻身了 怎料父亲一脸无奈地摇摇头 傻小子 你以为爹想不到吗 这吞金鼠不是凡物 普通人根本奈何不了他 我劝你还是赶紧到坟头道歉 并把他请回家 好生供奉 原来 聂子云的父亲和爷爷都曾发现过这只吞金鼠 并请过很多高人帮忙 结果那些人只是看到吞金鼠 便吓得屁滚尿流 连夜逃走了 还叮嘱聂家人 这吞金鼠惹不得 只能好生招待 说不定哪天他高兴了 就会离开 要是把他得罪了 那聂家今后恐怕都别想翻身了 聂子云听后大吃一惊 这才意识到闯了多大的火 第二天一早 他便准备了好酒好菜 再次来到父亲坟前 并跪在昨日吞金鼠钻出来的洞口处 磕头道歉 可能是闻到饭菜的香味了 没过一会 吞金鼠便从洞里钻了出来 并爬到供品前大块朵仪起来 聂子云见状 立马开口道 吞金鼠大人 晓得昨日有眼不识泰山 做出无礼之举 还望您能原谅 此地乃是家父的长年之所 您若是愿意 不如跟我回家 我定会好生供奉您 那吞金鼠抬头看了看他 像是听懂了一般 点了点头 就这样 吞金鼠爬上聂子云的肩膀 跟着他回了家 聂子云则腾出了自家的柴房 将其安顿了进去 一日三餐顿得不少 聂子云也不富裕 只能自己吃什么 就给吞金鼠什么 好在他也不挑食 什么都吃 时间长了 聂子云跟吞金鼠也混熟了 并将其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甚至连吃饭睡觉都在一起 不止如此 自从吞金鼠来到聂家后 聂子云的运气就好了很多 并成功挣到了钱 还清了外债 这天傍晚 聂子云干完活回到家 可他刚走进院子 却忽然听到一声巨响 紧接着柴房里 便发出了一阵刺眼的白光 聂子云还以为吞金鼠出事了 立马冲了过去 结果刚一开门 却看到了一个身穿红肚兜 八九岁模样的小娃娃 那小娃娃一看到聂子云 便笑着扑进了他的怀里 还从肚兜中拿出了一块沉甸甸的金块 交给了他 聂子云一连猛 经过询问才知道 眼前的小娃娃 就是那只吞金鼠 原来 吞金鼠是天庭财神爷身边的一个童子 当年财神爷带着他路过此处 发现了如日中天的聂家 当时家主是聂子云的祖爷爷 可他仗着家大业大 鱼肉百姓 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 财神爷为了惩罚他 便让吞金鼠钻进聂家祖坟 吃掉了他家的财运和气运 且下了诅咒 聂家之后三代贫困 且活不过四十岁 除非真正认识到错误 能够靠自己双手挣钱吃饭 诅咒才会解开 到了聂子云这一带 他虽生活困苦 却从未自暴自弃 而是一直努力工作 吞金鼠也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他 如今诅咒已经解除 他也要回到了天庭了 那块金子 则是留给聂子云的礼物 后来 吞金鼠离开了聂家 聂子云则利用那块金子 做起了小生意 很快变发了家 不过他从未懈怠 一直很努力 且一心向善 做了很多善事 活到了九十岁 才无疾而终 永安有个名叫 萧四吴的光棍 此人身材矮小 面貌猥琐 乃是一色中恶鬼 经常偷看村中的大姑娘 小媳妇洗澡 为此 村民们都很不待见他 某日晚 萧四吴喝酒晚归 在路过村口的聂云帆家时 突然听到女子娇琛的笑声 他顿起色心 悄悄前进聂云帆家 顺着窗户凤亡礼望 只见 聂云帆家的墙壁上 长出一个美人头 瓜子脸 杏仁眼 穷鼻英纯 娇俏可人 聂云帆神色自若地和美人头谈笑 再过三天 你便能长出人身 彻底从墙里出来了 聂云帆温柔地对美人头说道 奴家恨不得即刻便从墙里出来 好与郎君共度春宵 美人头露出笑脸 眉宇间 平添了几分妩媚之色 萧四吴听着这番对话 心中有了盘算 他猛地推开房门 美人头背着动静惊住 尖叫 一声缩回墙中 聂云帆面色难看地站起身 冷眼看向他 兄弟 有这等好事怎么能忘了我 萧四吴反手将房门关上 满脸堆笑地走到墙边 方才那美人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听你的意思 他还能从墙里走出来 你听错了 我什么也没说 聂云帆冷声道 你赶紧从我家离开 这话就不对了 萧四吴眼中闪过邪光 有福童想 你得此美人 怎么能独自霸占 若是你不说清楚 改日我便叫全村人都来瞧瞧 你 聂云帆愤怒拍桌 看萧四吴一脸无赖像 他颓然地叹了口气 从怀中掏出一个布袋 扔给萧四吴 此乃美人花 只要将它种在家中墙壁上 夜夜与它交谈 便能长出人头 而后再过三天 人头便会破墙而出 变成真正的美人 并且 这美人会完全符合种花之人的心意 闻听此言 萧四吴赶芒打开布袋 看到其中有个黑不溜丢的圆球 他喜笑颜开 匆匆和聂云帆道别 往家中奔去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聂云帆脸上的烦躁突然消失 嘴角露出了一个诡诀的笑 回家后 萧四吴迫不及待地将种子种进墙壁 他夜夜对着种子说话 几天后 种子发芽 并飞速接出一个血红色的花苞 待花苞开放后 美人头便出现在墙上 美人巧笑倩兮 美目流畔 萧四吴心神荡漾 恨不得立刻将他从墙中拽出来 一亲方泽 似是看出了萧四吴的急切 美人开口娇笑道 若是郎君舍得 便用你的血喂养我 这样一来 我很快便能长出人身 从墙中走出 舍得舍得 萧四吴连忙应声 他划破手指 将血液滴进美人头嘴里 美人头贪婪的吞咽不停 过了一会儿后 他竟将萧四吴的手指咬进嘴中 看着美人头急切的神色 萧四吴想要出言调笑 但下一刻 他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明显感觉到血液飞速流失 在看美人头 他嘴中长出一排獠牙 面色发青 那还有美人的模样 分明是一只厉鬼 萧四吴想要抽回手 但浑身上下都没了力气 他绝望地倒在地上 满心恐慌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一日 村民们察觉 萧四吴家不对劲 赶忙进屋查看 发现萧四吴暴毙而亡 他浑身干瘪 血液都被抽走 在他家的墙壁上 一朵血红色的花静静开放 令人惊奇的是 花中间的纹路似是一个沉睡的美人 村民们觉得此事诡异 忙叫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们来瞧 其中一个老汉看到后叹道 自作自受 此花是美人花 因盛开后其中的花纹酷似美人而得名 这种花还有一别称 名叫鬼花 它必须吸食人的鲜血才能开放 在盛开前 此花会变成一个美人头 引诱好色之人攻击他鲜血 若是那人上当 便会被吸干全身血液 众人闻言 不寒而栗 纷纷远离那艳丽诡异的花朵 老汉猝起眉头 神情疑惑 这花不该出现在村中 萧四吴是从哪里拿到花种的 是我特意给他的 聂云帆穿过人群 来到萧四吴的尸身前 他愤恨地看着萧四吴 他害死了金燕 我要让他赔命 金燕是村中的一枝花 前不久 他在家中洗澡 萧四吴从墙凤偷看 金燕的父亲发现萧四吴后 将他痛奏一顿 为此 萧四吴心中恼恨不已 此后 萧四吴到处散播 他偷看金燕洗澡的事情 还说金燕心口有颗红质 那段时日 村中男人们都用诡异的目光 看向金燕 最后 金燕不堪忍受 自尽而亡 众人都不知晓 聂云帆与金燕早已偷偷约定终身 只等聂云帆凑其聘礼 到金燕家提亲 金燕出事后 聂云帆悲痛万分 发誓定要让萧四吴付出代价 后来 他打听到美人花的存在 便想办法拿到美人花的种子 并设下计策 在不引起萧四吴怀疑的情况下 将种子交给他 让他自食恶果 得知这番经过 众人并没有责备聂云帆 他们在萧四吴家中点起一把火 将墙上的美人花 连同萧四吴的尸身一起 焚烧成灰烬 宋朝时期 陈州有个姓唐的老汉 唐老汉早年丧妻 一个人辛苦将三个儿子拉扯成人 他忙活了大半辈子 花光积蓄为三个儿子娶了媳妇 唐老汉看到儿子都成了家 心中极为高兴 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寒一弄孙 尽享天伦之乐 没想到他刚过了几天好日子 忽然得了中风 瘫痪在床大半年 最终还是撒手吸去了 唐老汉去世以后 三个儿子立刻张罗起他的丧事 三个儿子都是孝顺的人 他们将唐老汉风光大炸 没想到唐老汉头七那天 却发生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 唐老汉尸骨未寒 三个儿子并没有立刻分家 仍旧住在一起 因此唐老汉的头七回魂夜 三个儿子按照当地习俗 给唐老汉的鬼魂预备了一桌饭菜 随后便回了房间休息 午夜时分 唐家人被一阵诡异的笑声惊醒 大儿子唐老大惊恐地从被窝里探出头 借着窗外明亮的月光 他清楚看到床边站着一个穿着红衣服的纸人 那纸人看到唐老大探出头 扯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随后就化成一道青烟消失了 唐老大看到这一幕又惊又怕 吓得缩回被窝 不敢乱动 直到外面传来鸡叫声 窗外天色微亮 唐老大才从床上坐了起来 唐老大本想寒醒睡熟的妻子 可他看到妻子的样子却吓了一跳 脸滚带爬地从床上爬了下来 只见妻子一夜白头 脸上还长满了皱纹 那模样看起来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 唐老大看到妻子一夜变老 下得跑出了房间 谁知他刚从房间跑出来 就看到唐老二和唐老三也满脸惊恐地从房间跑了出来 他们的妻子也在一夜之间白头 变成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 唐老大将看到红衣纸人的事情告诉了两个弟弟 谁知两个弟弟表示 他们也在半夜看到了红衣纸人 就在这时 他们的妻子都发现自己一夜变老的事情 三个女人围在一起 害怕地哭闹起来 兄弟三人看到这一幕 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劲 唐老大毕竟年纪最大 经历的事情多 立刻决定去请村里的李老汉前来看看 李老汉是村里的能人 他早年跟着一个道士走南闯北 学习过一些不为人知的秘书 附近的人若是遇到什么邪乎时 都会请他去看看 唐老大想要出门去请李老汉 可他打开大门的那一刻 却被吓得瘫坐在地 只见大门上出现了两个鲜红的斜手印 看起来格外瘆人 父亲的头七回魂夜 家里出现这么多诡异的事情 唐老大吓得魂不附体 立刻去将李老汉请了过来 李老汉到了唐家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唐老汉的三个儿媳 深深叹了一口气 随后缓缓对唐老大兄弟三人说道 他们该还债了 唐老大兄弟三人都不明白 李老汉话里的意思 便直直看着李老汉 等待着他的解释 没想到李老汉 却板着脸对他们的妻子说道 事到如今 你们三个还不说实话吗 唐老汉的三个儿媳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三个人都知道 他们当初对唐老汉做的事情瞒不住了 便哭着说出了实情 原来唐老汉的三个儿子都在外忙着干活 唐老汉中风以后 照顾唐老汉的事情 就落在了三个儿媳身上 刚开始的时候 三个儿媳照顾唐老汉还算尽心 可是唐老汉中风瘫痪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三个儿媳照顾他的时间久了 便有些不耐烦 所谓酒病床前无孝子 三个儿媳都觉得瘫痪的唐老汉活着是个累赘 他们便暗中请来一个道士 打算提前将唐老汉送走 那道士道行高深 他到了唐家以后 便在一张皇符上写下唐老汉的生辰八字 随后将那皇符用红绳绑在一根白色蜡烛上 而那红绳的另一端 则绑在唐老汉的食指上 随着那蜡烛越来越短 唐老汉逐渐没了气息 唐老汉的三个儿媳说明事情经过以后 唐老大兄弟三人又是震惊又是伤心 他们都没想到自己妻子会如此心狠手辣 竟然合力害死他们的父亲 李老汉听他们说了害人的经过 便板着脸对他们说道 你们害死了公爹 燃尽了他的阳寿 现在他来找你们报仇了 原来唐老大兄弟三人看到的指人 就是被唐老汉的冤魂附体 他趁着头七回魂之夜 附身在指人身上 夺走了三个儿媳的大半阳寿 他们不孝敬老人 唐老汉就将他们变成老人的样子 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李老汉说明真相以后 又叹息着对唐家三兄弟说道 你们的父亲报仇以后 已然去了阴曹地府报道 这件事已经无法挽回 你们的妻子做错了事情 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李老汉说完这句话 便告辞离开了 唐老汉的三个儿媳没想到公爹会报复他们 毁得肠子都轻了 可是他们后悔也晚了 唐老大兄弟三人恼恨妻子害死父亲 各自修了妻子 将他们从家里赶了出去 三个女人本想回娘家 可是娘家人得知他们害死公爹的事情 也都不愿意收留他们 他们最终沦落街头 以乞讨为生 至于那帮助他们害人的道士 因作恶多端被官府抓住 被判了斩首示众 他最终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